柯文哲有些政策也不錯啦 那不以人費言嘛 他的這個青年政策啦 他的這個打貪腐啦 他的監督政府啦 我想這些我們都可以做啊 好的政策我們都可以做啊 所以柯文哲現在 我覺得大家也看得出來 他當選的機率很低了 那最近幾個民調出來 大家都可以看出來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原來柯文哲的支持者 轉而支持我們 這樣才能真的下架民進黨 也就是當時喔 藍白在談的時候 希望柯文哲考慮到 國民黨基層的實力 其實就這個道理嘛 你看現在柯文哲去哪裡辦活動呢 對不對 國民黨這麼多候選人 在每個地方 比如李彥秀這個活動 我們就來參加對不對 那民眾的提名人也很少嘛 就會變成這樣嘛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 就是說這就是政黨實力啦 對嘛 這政黨實力看得出來 所以他現在要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活動啊 國民黨從頭到尾 態度都不強硬 他只是一直騙我 進去那個他社會局 主帥不可以牽制 除非幕僚看過 這就是我犯的錯誤 兩邊談判你知道齁 因為他相信眾人智慧 超越個人智慧 所以任何月一定說好 你這個月這樣 我們給幕僚看過 半個鐘頭再回覆你 我不是說看一看就跟他簽了 這是我犯的錯誤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 只告訴人民說 吃蝦仁飯 喝瓶瓶奶茶 不然就吃了 散兵 這就是兩岸政策嘛 我從頭到尾 我的政策很清楚 我就是採取3D策略 爹爹嚇阻 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加強國防勤備 這是最優先的喔 第二個 我說要對話 要不斷的跟大陸重啟溝通 第三個要降低風險 因為有對話相對的 大家就會彼此了解 彼此產生互信 當然可以降低風險 我的策略很清楚啊 不要老是到了選舉 又用意識形態 來操弄選舉 這個民進黨最好模仿的嘛 市長 華東頓有報告 我來回答好不好 同樣的問題是啊 你講嘛 我告訴你 不是同樣的問題嗎 對 就是我認為說 因為藍白河洛峰 會導致台海在妒忌 會關心說 您跟北京的走路 會對美國的承諾有什麼實在 我在這裡特別 再度的說明 我從頭到尾 我的策略很清楚 我的最優先的就是 把我們的國防精備要強化 我們要有實驗嘛 我們要有實驗 我們要有實驗 不就有辦法和人對話 不像民進黨 連對話都不對話 連功能性 事物性的交流 不需要 這個你不能讓彼此之間變成仇事嘛 第三個才是降低風險 我會扮演一個和平的促進者 以及用交流增進理解 來化解所有的大家的衝突 只有侯友宜趙沙康這一趟 所以我的兩岸政策 我的所有的國際關心的 我一定講得非常清楚 尤其我是堅持自由民主制度 這一點無庸置疑 我會跟自由民主制度的同盟國 我們都會站在一起 同時跟兩岸採集一個溝通交流 彼此增進理解 市長但是柯文哲昨天還在臉書上面說 柯柯可以強迫柯柯可以 還說初選人 在協調的過程中 你只想當正人 你覺得糾結大概這部分還有意義嗎 柯文哲也說過了嘛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我們就是這樣子大家努力 往自己的路拼嘛 我要補充一下吧 柯文哲有一些政策也不錯啦 那不宜人廢言嘛 他的這個青年政策啦 他的這個打貪腐啦 他的監督政府啦 我想這些我們都可以做啊 好的政策我們都可以做啊 所以柯文哲現在 我覺得大家也看得出來啊 他當選的機率很低了啦 那最近幾個民調出來 大家都可以看出來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原來柯文哲的支持者 轉而支持我們 這樣才能真的讓下架民進黨 那至於剛剛提到的 這個兩岸政策 賴清德說 他當選才能維持台海和平 這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話嗎 賴清德 他如果當選的話 兩岸一定風雲緊張嘛 大家都知道啊 對不對 他是一個台獨的金孫 他現在說他不是 他變成政治金童 他怎麼會是政治金童 他的台 我覺得很簡單喔 那個賴清德不需要辯解這麼多 他只要站出來 因為他是民進黨主席嘛 他說 我現在開始 廢除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他台獨黨綱 他台獨黨綱還在那裡啊 我廢除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表示我真心誠意 認為呢 台灣已經不需要台獨了 這也是一句話嘛 他為什麼不講呢 對不對 講了一堆空話齁 真的 民進黨每次到選舉 就抹紅別人齁 我告訴你 真的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戲啦 每次只會這一招 101招就是這一招 對不對 侯康沛 侯兆沛 國民黨 基本上當然是希望台海和平 台灣如果不和平 其他都不用講 那國民黨是最能夠 一方面維持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一方面又能夠避免戰爭的政黨 你回頭看馬英九那八年嘛 跟蔡英文這八年比較嘛 馬英九那八年 台海很和平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有一百多個國家跟我們免簽啊 然後 還能夠以觀察員身份加入WHA啊 我請問民進黨 馬英九丟了什麼主權 馬英九丟了哪一點主權 民進黨幹了八年 什麼國際組織都參加不了 然後呢 還丟了九個邦交國 然後台海這麼緊張 國反應算不斷增加 兵役從四個月變一年 那民進黨又爭取的什麼主權 所以真正能夠維護台灣主權跟尊嚴 又能夠維護台灣和平的 就是國民黨嘛 沒有關係啦 他的行程如何我真的不知道啦 不過 柯文哲主席這段時間 提出了 只要是 對我們國家有利的 不管是年輕的政策 以及 他提出了 很多 公平正義的事情 我都會把它納入我的政見 我們大家 一起面對 這一場選戰 其實喔 其實你這個問題喔 也就是當時喔 藍白在談 在談的時候 希望柯文哲考慮到 國民黨基層的實力 其實就這個道理嘛 你看現在柯文哲去哪裡辦 辦活動呢 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這麼多候選人 在每個地方 比如李彥秀這個活動 我們就來參加對不對 那民眾的提名人也很少嘛 就會變成這樣嘛 所以 你自己想想看 這就是政黨實力啦 對嘛 這政黨實力看得出來 所以他現在要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活動啊 好 台南的信總城歷史登記後呢 第一場 那是否戰略是要 打賴布里科 這樣子 我說一下 好 因為這個行程早就已經規劃好了 我們要去台南 那這段時間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台南支持者 非常非常的悶啊 那已經得 我覺得 比台南做到 怎麼 大家心知肚明 尤其 了解民進黨的貪忽 敗外 尤其還有一個意義 我們少康是台南一中 比較 我算是半個台南人 所以 我們一起回南部 希望支持者 希望我們 讓政黨輪替的 所有支持者 跟我們 大家站在一起 謝謝大家 你說在 在 在 在南白河當中 學到什麼 對 沒錯 就是 當對方都比較強硬的時候 第一點喔 他有個地方講說 國民黨從頭到尾 態度都不強硬 他只是一直騙我 進去那個 他射不去 他只是 他一開始就說 一開始他要什麼 那個 開放式初選嘛 在德國式 再來 日本式 再來 那個 那個 就同一張選票上 要讓步 他從頭到尾沒有強硬 他就是 他就說 他不斷提出不同的方法 但是不管哪一個方法 都是他贏 我覺得 沒有啦 有一天中國大陸 遇到的局面也會是這樣 就他不管 其實我跟你講喔 跟大陸的溝通是這樣 還是自己要有一定程度的 抵抗力 就是說 你不要幻想說 你什麼都沒準備 我說完全沒有 沒有國防力量 然後跟他談 沒辦法 這個一定要 就是說 所以我說有兩個原則 Deterrence 跟communication 我去美國回來以後 跟大陸 就是嚇阻跟溝通 你還是要嚇阻能力 你不要以為你什麼都不準備 他就跟他溝通 他會跟你善意 他問題他不善意怎麼辦 所以 Deterrence 跟communication 就是說有嚇阻力量 還願意溝通 就是 就是 那就用布林肯那個概念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需要精采的時候精采 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 所以 所以是 所以 從現在開始 你知道 全部都是動態平衡 沒有 沒有 沒有固定平衡 這個概念 都在動態平衡 我們這邊比較想要知道就是 民眾黨 因為當然 柯主席在民眾黨中 地位非常重要 那我們的幕僚 在這次的 藍白河 破局中 有沒有學到什麼 下次應該能夠更幫助主席 在溝通中 取得優勢或強勢地位的一些 我覺得我犯了幾個錯誤 主席不可以牽制 除非幕僚看過 這是我犯的錯誤 兩邊談判 你知道 因為他相信眾人智慧超越個人智慧 所以任何約一定說 好 你這個約這樣 我們給幕僚看過 半個鐘頭再回覆你 我不是說看一看就跟他簽來 這是我犯的錯誤 所以主席 在幕僚沒有看過之前 不得簽任何文字 因為你是代表團體 不是代表你個人 這是我犯的錯誤 第二條 這就是郭台銘在嘲笑我 我那時候嘲笑他說 你都不知道比賽歸 所以我去跟人家比賽 後來郭台銘也在嘲笑 你也不知道比賽歸 這個是我犯的第二個錯誤 就是說 除非你一開始就打算做 你就全部讓他 如果這樣的話 你那個統計誤差範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要有背書 要有那個叫住一住二住三 你要寫清楚 所以 有啦 我還是犯很多錯誤 自己回去就想一想個 所以我們常常嘲笑別人 最後還是被人家嘲笑 謝謝主席 讓我們知道 這次的藍白河失利 不只是一次失敗 而是通往成功的一個基石 謝謝主席